美丽的福尔摩沙 鬼斧神功的自然宝藏 却非恒常不动的存在 时间成就积累也日月侵蚀 尤其台湾地质年轻脆弱 一阵急风暴雨 景象骤然巨变 南台湾的高平溪流域 在巴巴风灾时 三天降下三千毫米的雨量 冲刷出两亿六千万立方公尺的惊人土石 老农溪河道因此剧烈抬高三十公尺以上 要与这样恶劣环境共存共融 势必得找到一条走得出去的生存之道 老农溪沙 1871年4月2日 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生来到台湾 沿着老农溪深入六规方寮的内山地区 16天的旅程留下53张珍贵的影像与笔记 那这张照片的话 在汤姆生的照片里面来讲 是相当经典的风景照片 他非常喜欢 在高雄贾仙经营书店的文史工作者刘永福 透过约翰·汤姆生所留下 故乡最早的影像记录 穷毕生之力 一一比对出汤姆生当年拍照的确切位置 老农溪骨照片是拍摄在1871年4月份 4月份的话那时候已经没有水了 没有雨水了 所以我们整个溪床来讲 吸水的量有限 然后我们溪流的话是弯弯演气 这个两侧的山是从高点慢慢倾斜下来到地平线的中间的位置 然后中间要凸起了两座山 在老照片的惊喜对比中 虽然景物大致依旧 但刘永福也指出其中最大的差异 这个的旁边这个是岩层 这属于我们的岩层里边的一个叫叶岩 很容易一块一块风化掉 只要你这会下雨把它刷下来 那太阳出来后它又裂开了 然后下雨又刷下来 或是风一吹又刷下来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岩块 在我们前边已经消失掉了 一百多年已经消失掉了 所以就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沧海桑田的一个变化 一百五十年的沧海桑田 诚如汤姆生的笔迹 老农溪水遇上容易风化的叶岩 导致它冲刷力量惊人 所带来的土石淤积 更主宰着这一条河流域的命运 这里是屏东的古川大桥 位于三地门与雾台乡交界处 横跨老农溪之流爱辽北溪 承载台二十四线省道 是雾台乡民连外唯一的道路 雾台古川大桥 它的原名叫伊拉桥 它的长度是53.5公尺 那后来因为莫拉克台风 河道也冲宽了 那将近两百公尺 这个桥的特色 最主要就是在P3桥墩的部分 它从基础到桥面 总共有99公尺 在巴巴风灾后 费时三年重建完成的古川大桥 全长654公尺 桥墩高达99公尺 超过30层楼 是全台最高的一座桥 设计时尽量拉高桥面与河城的距离 避免再次被大水冲垮 雾台古川大桥的设计的部分 都已经考虑到莫拉克当时的一个强度 所以说假设今天再有重新 有莫拉克的一个冲刷的一个强度流量的话 那这个桥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 三 二 一 我们没有来过 对 我第一次来雾台 看他们的古川大桥好高喔 古川大桥开的时候是对我们部落里面 第一个是我们交通方便 然后第二个是游客又方便了 所以我们现在古川大桥通车之后 我们这个游客是很踊跃上来 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些小商店都开得满满 面对络绎不绝的游客 从小就在雾台部落长大的卢中勤 正用祖先传下来的功法积极整地打造民宿 希望能让游客住下来放慢旅游的脚步 我现在是在叠石头 因为我们这个老旧的石头大概是比较久了 但是我想重新做一个新了 但是这样排石头是相当有技术 这原本的石头都已经好久了都没有怎么样 排水跟排气都很好都不容易倒 用石板堆砌出挡土墙可以加大透水透气能力 不仅符合现代的生态工法 更早已挺过漫长时间与重大天灾的考验 我现在68 这个石头我生下来就已经这个样子 不止70多年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这样做得蛮艰固 都没有影响 排水系统也是很好 安全壮观的古川大桥加上雾台优美的风景与文化 虽然带来人潮 但如钟晴却有一丝遗憾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溪流河谷 在八八风灾后地形早就彻底改观 现在你看那个溪流都是一条线的 没有所谓的一个小池塘或是什么没有 那个水都是很清澈 地貌改变了就变成风拙 也不好玩 你看没有人再去那边玩 地球暖化加剧 导致极端气候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频繁 看在学者眼中 类似八八风灾等级的天然灾害 将来再发生的几率有增无减 在一个极端天气发生的情况 这种情况会寓意严重 也就是它会比我们过去想象的 以我们看不到的这种尺度 这种规模一直不断地重复发生 所以你说我们河川的河床它会不断抬高 因为流下来的这种土石会越来越多 离开古川大桥 我们顺着艾辽西来到老农西上游的拉弗兰里 我们这边是种水蜜桃啦 红肉梨啦 蜜梨啦 梅梨啦 梅子啦 还有芒果 就是这样 但是在没有下雨时就 所做的果实都不会 没办法 所以也没办法买出去的 就是我们在山上要做的工作 里长谢桂奇跟家人 独自照顾这片广达五甲的果园 但今年碰上酒汗不语 让他担心将来的收成 今天咱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没有开花 因为没有下雨 开花 花就马上会掉下来 说的话就是没有可以用家庭生活了 极端气候带来的汗烙交替 使得人类在面对环境变迁时 生活上的方方面面 都充满各式各样的挑战 应该这样说 就是极端气候在这个气候变迁下 其实已经确定了它会逐年的发生 我们未来面对的灾害 它的频度可能会越来越高 强度也越来越大 举个例子他们常讲的就是 风越风 枯越枯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面对干旱影响农作物收成 其实谢里长的内心 更挂记着山区唯一的连外公路 因为这条路才是部落里民的生命线 在人不通的时候 也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害怕 因为你想做的事情就没办法做到 无论是任何有疾病的年纪老人家 就没办法送下去 沿着老农西上游 抬20线南横公路 就是谢桂齐里长念兹再兹的生命线 一旦道路不通 拉夫兰部落马上成为孤岛 南横公路94公里处的明霸克路桥 是莫拉克风灾后 极经艰辛才在2017年4月完工的希望之桥 不过这座桥在通车4年后 竟遭一夕冲毁的鳄域 把它接过来 你这边一个填 一个做一尊过来 两个方式 当然是你在这边再落一个干便桥 这边的水是还可以流 它的意思是你这边填起来 你这边水就沉不去了 通红的问题 不用如果蹲 就是中间再打一蹲 下去再接过来就好了 看有没有机会 像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 跨长一点 对啊 上面这些石块 那一下不要沉掉 这边的水温环境实在非常复杂 其实现在 以一个气候变迁来讲 这个地方 每三到五年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灾害 110点就是明巴克路桥8月7号的时候 跨玉瑞溪这个地方 整个玉瑞溪的上游 发生了大规模的崩塌 8月7号那个礼拜 三天四天也下了2200多毫米 就像我刚才讲的 土石又整个下来 整个玉瑞溪的合照 一千一百多万立方的土石就上来了 一千一百多万立方的土石 它在我们这个河口 它就迂高了快二十公尺那么高 为了让桃园复兴 拉夫兰 眉山三个里 乃至南横公路交通顺畅 公路总局紧急搭建钢桥变道 这条临时变桥一直沿用到今天 其实未来会遇到状况 一样会非常的剧烈 环境的变化非常的剧烈 像今年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下什么雨 其实没有下雨才是要担心的 因为没有下雨代表它下一次雨 就是一年把你一次雨下光了 这才是我们最要担心的 但是担心也没有用 它来了你还是要面对它 自然界的力量太大 而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 造成它这个破坏 而是它破坏这么厉害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最后可能没有用 那你要不要下这个钱去跟它赌说 花了那么多钱 最后可能一个台风就全部泡汤了 你要不要跟它赌这个 应该是这个问题 其实不用是专家 用路人行经这一段南横公路 都可以发现部分路段 几乎跟河床位等高 老农溪冲刷淤积严重 道路随时可能中断 那去年土石流的状况 每一次事件大概都是 200-100多的毫米 其实真正的考验都还没有来 不过至少它到目前为止 它算是撑住了 这条钢便桥承载着 拉夫兰 梅山 复兴 三个部落居民出入的重责大任 到底还能用多久谁也没把握 只能寄望将来新桥完工 未来明巴科路桥跨玉碎溪 就是我们这一个河端的规划 我们准备在我们跨玉碎溪这个河端 做一个不落墩 不落墩的一个桥梁跨过去 钢便桥的高度 要比我现在的桥便板在台深18公尺 18公尺就是我们后面 看到的那一支垫杆的高度 除了跨玉碎溪中间 这个河端我们是不落墩以外 我们前后会延伸 各延伸75公尺的长度 所以整个桥梁长度是280公尺 预计要重建的明巴克路桥 不意外地朝古川大桥拉打跨距 抬高高度的设计方向看齐 但一座桥可以这么做 整条南河公路又该怎么办 对 其实南河的地质 它是非常破碎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很新生的地带 一直要来跟老龙溪 玉碎溪 布兰布拉斯西来做一个竞争 我们人力有时候真的是 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些环境的变化 当然也只能跟它做一个妥协 为什么破碎 你的材料就是这样吧 你本身一个造山的材料 像我们的很多是沉积岩的材料 本来就是在比较深的海里面堆出来 变成沉积岩之后被挤上来的 所以那些很多像叶岩 那些泥岩 那你本来就比较脆弱的东西 钻研地形学 新奇构造运动的谢梦龙 直接就点出老农溪的根本问题 事实上 老农溪在布农足语中 就是凶猛不定的河水之意 因此在防灾 减灾上 特别需要投入更多的新力与资源 921地震后 成立的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近年来利用无人机 扫描各个灾害潜事区 陆续建立起三维数据库 作为将来灾害来临时 防救和防灾以及撤离居民的依据 拍照的位置跟拍摄的角度 这房子有多高 XYZ它都有它的资料 这整个屋顶哪里比较高 哪里比较低都有的 我就知道现场的环境 我就可以去模拟真正水来的时候 河床有多高 水会淹到多高 这里比较高 这里比较低 那这里就危险了 来莫拉克颱风的时候 它也要喝 对 它喝到整个淤上来 然后隔年的凡那比颱风的时候 它又淹掉了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千村千走了 像现在我们二楼这个地方 就是土石 就是当时在巴巴 然后在一个凡那比 这个地方都没有清过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这样看进去都是土石 这个是算二楼 二楼的房间 二楼的客厅都已经都满满了 在巴巴封栽的时候 这个整个都是土石下来 然后就是我们雪宝局 来这边做一个清疏的工程 但是它的深度 还没有到原来的深度 所以没有办法做一些 比较硬体的一些设施 应该是会有 40公尺左右的一个河床底部 现在看得到的地方 比较明显那个白色 当时就是土石大概到那边 因为溪床沙石淤积严重 就来一部落随时可能遭遇 洪水土石流的威胁 因而在各方建议 与族人同意下 集体安置到台塘农场的永久屋 对自己原来的地方 还是会比较有感情 对 毕竟住了几十年 所以多多多少少 都会舍不得离开 但是为了这个安全 所以我们还是要下来 地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 就像失控的钟摆 不仅会摆向毫雨成灾的一边 也会荡到久旱不雨的区块 2009年的这个八八水灾 三天就几乎把一整年的雨都下完了 然后接着就是这几年来的干旱 那去年说百年大旱 现在又说这个高平溪的流量 创三十年来最低 其实我们大自然的这些自然现象 其实它都有可能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那它有可能在经历一个事件 或是某一个极端的现象之后 它跳到另外一个平衡 那个事件过后 它会慢慢地再逐渐调整出新的平衡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平衡 跟之前的平衡拿来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地质年轻断层多的台湾 受暴雨剧烈冲刷 产生山崩土石流 导致的地形剧烈变化 在地质学者眼中 这些都只是短暂的现象 甚至我们得靠这些冲刷下来的土石 才能生存下去 如果没有老龙溪还有七三溪 男子线溪 一直补充那个地质下来 我们现在的那个嘉东 那个东港 一定就沉下去了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替雾台湘民接轨未来的古川大桥 跟游在与饿水奋斗的 冥霸克路桥 都代表着人们 想走出一条安全之路的朴素心愿 人都是这样从灾害中学习 就是说从受创的当中 你才可以学到经验 你下次重建之后才会做得更好 通常就是这个样子 从受创中学习才能与大地共生习 好让我们在这剧烈变动的岛屿上 站稳脚步开创未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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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